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爱消息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中国共产党真的是彻底没钱了 大家注意了 我说 这是中国共产党 不是说中国 不是中国老百姓 中国企业 中国政府 是早都穷的是叮当做 想着早都没钱了 早都是各种 忽悠各种老赖 但是中共党国 习博士 中央老百姓 是有点钱的 但是没想到 今天我们重点来说说 宏都拉斯这个事情 这个也跟台湾有关系 中国共产党 沦为国际级的老赖 人类历史上首次把这个招牌送给习包子 习包子通过十年的努力 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国际级的老赖 这是讨薪的不是中国工人 这是讨薪的是宏都拉斯 这个宏都拉斯也是压错宝了 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我们来看看 分析一下 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是真的出了大问题 因为国际上的脸面 就清朝慈禧太后 那可是不能丢的 是不是 怎么再穷 也要脸面 面子上要过得去 但没想到 我再看来 而且搞得非常难看 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当然我们会结合 今天中国的芯片股 也是全线暴跌 你看东升西降 人家台积电在猛涨 中国中芯国际跌得像狗一样 我们反正全世界最差的一个股市 就中国股市跟香港股市其他都好的 结合经济情况 我们一起来分析 除了经济情况 还有宏都拉斯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美国在新冠溯源这个问题上 又有新的进展 这是这个细胞不玩毒子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一下市场情况 宏都拉斯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我们要详细分析 但我们先结合经济 今天这个市场情况这样的 三大指数 A股市全线下跌 没想到吧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昨天老胡 我抄底了 你看又被掏住了 是不是 老胡就是个典型的中国小散户 老胡以为自己算哪根葱 我怀疑老胡也不知道有没有石盘 反正你看反弹 他就吹 他就说自己抄底了 但是没用 认你老胡怎么吹 你看今天又被掏住了 啪啪啪啪打脸 打脸 今天跌的不少 户子跌0.47% 2008明天就守不住了 告诉大家 就一天半天回谈 确认2800 27很快就到了 老胡准备钱 又来抄底 深层子跌0.68% 创业版跌1%左右 市场成交额6666个亿 你看还是6000多亿 所以中国这个成交量是起不来 大家都跑了 有点本事 有点条件的跑 跑去炒美股 炒日本股市 没人跟人 这还限制老百姓买日本股票 你看日本股票有风险 没有风险 最大风险的就是这个中国股市 你应该限制中国股民购买A股 北向资金也跑 外资也跑 今天竞卖出52.69个亿 看啊 就是这个德性 近4200只股票是下跌的 我们还是关注下跌股票的加速 你看昨天虽然说这个 哎呦 见底的 我神经性超臭 这玩意我说了 不是反弹 人家那玩意 才正常社会才有反弹 中国这个叫做神经性抽策啊 3000点是未来十年的铁顶啊 哪天那个说就不好听的 等中国共产党下台了啊 等习包子下台了 可能会有点希望啊 但是告诉大家没戏啊 然后里面跌的最厉害一个光伏一个半导体 一个光伏一个半导体现在全世界不带中国玩了 所以当时好在台湾人我恭喜台湾人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要是你们选的国民党 我保证今天台湾股股股股股票并没有能够反弹上来 并没有台积电并不能涨涨百分之十啊 你明白台湾股票今天不会涨百分之二点啊 百分之二点多 台湾股票这个马上就跟中国看齐 想起跟中国看齐 台湾的股民的后几倍发凉是不是啊 这中芯国际啊 我们要留意一下 从中芯国际的走势 跟台积电的走势 我们明显看出一个东升西降 啊中国东边的全在涨 日本台湾 是不是啊 这就是一语成诚的 好的不灵丑的灵啊 啊东升西降 现在真东升西降了 在中国东边的都在升 啊那西边是谁 中国呗西朝鲜呗 啊这些还不要说西台湾 西朝鲜没了本事了 中国还西台湾呢 他没了本事当西台湾 他只能是西朝鲜 H股啊 这个中芯国际 中国最大的党国支撑的这个芯片巨头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跌了 啊多厉害啊 就就最近哦 崩溃似的 证明什么 证明被西方制裁的不要不要的 中国很快就空调都做不出来 告诉大家 那董明珠那玩意 那那那震动棒啊 董明珠的震动棒 也也也做不出来了 那个那个什么啊 情趣酒酒店空调啊 那那董明珠那玩意儿 什么手机全部做不出来 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 因为就马上这个大选 美国大选之前 我告诉大家 美国的拜登 他不敢松懈的 拜登只会加大制裁 然后川普上来了 我告诉大家 以川普的性格 要是川普上来了 川普是啥性格 我们都是懂的 当年就是被你中国搞下去的 川普要是回来了 川普一定公报私仇 我打爆票 一定公报私仇 不干得你细胞着 不往不往里面干 干你细胞着 他就不叫不信川 我告诉你 他就不信川 这个这个这个呼吸筋啊 反正超超低 你看超低今天就亏了吧 六十多岁的老人家省省吧 老胡 六十多岁老人家哭晕在厕所 太难受了 以前老胡是个人物 去到哪里 谁都尊重他 呼风唤举 没想到进股市 被股市 你看教训得像孙子一样的老胡 你看 老胡想当年 一进股市 哎呦 妈 这就就就赚钱了 哎 你看 早都应该跑了吧 老胡早都应该止损 老胡越抄底 只会沦为更大的销化 只会沦为一个更大的反面教材 我们拭目以待 老胡赶紧抄底 明天就会跌破两千八啊 让老胡抄底 抄两百万 抄完 将会迎来更大的下跌 跌的老胡 跌的中宣部关门 啊 啊 这就是中国的民意 中国的民意就是要你老胡亏钱 啊 那老胡现在搞不懂了 是吧 啊 老胡懵了 是吧 另外一头我们看到这个全国政协 啊 这个这个事情 我我也是要关注一下 也是要专门说一下王沪宁这个事情 王沪宁搞政协经济座谈会 在我印象当中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已经第三次了 细胞纸让他让王沪宁出来抓这个这个经济 不第一次了 因为我做做新闻素材 我做好几次了 证明肯定是有大问题 王沪宁肯定是是出了 但王沪宁是是炸了 但他为什么反复出来 肯定是有大问题 出来让大家是不是 但他的方向还是仍然不对 现在中央这套班子都是都是不懂的 王沪宁说大家要落实中共中央政策 也就是王沪宁跟中中央政治局认为 现在为什么经济美好 是因为没落实中央的政策 这完全错误 是因为中央的政策是错的 越落实只会越错 越落实 都能把游戏搞砸 把教培搞砸 只会越糟糕 还有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在王沪宁 也派王沪宁来管经济 也就是习近平认为 是文宣方面有问题 他认为是我们唱得不够光明 这是绝对是个巨大的错误 今天中国经济不行 不是说你唱得不好 你唱得再好都没用 唱得再好都没用 本质上的 我认为中国人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下台 背后有强大的民意 其实为什么中国人都在躺平 为什么中国的股民 你看这股市 为什么天天都在涨 有一个集体无意识 我告诉大家 中国人要中国共产党下台 只是大家说不出口 那为什么大家都把这经济往下弄 对不对 那都是有意 为什么大家都不生宅 都有原因 有原因 就是要你中国共产党完蛋 当时你看上海那个小年轻 我们是最后一代 你不用威胁了 你隐含在里面 就中国人的这那种 他就是要中国共产党下台 其实中国人很多脑袋里面 没有投过票不知道 肯定是有点东西 里面 不然这个股市 不会天天这样跌 肯定是有问题 告诉大家 这代表一个强大的民意 我认为 我认为 你证明大家都不相信国家的 其实是如果大家都像老胡那样相信国家 这股市怎么会跌成这样 大家也没钱 是吧 确实也没钱 确实相信国家也没用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 反正这王沪林的方向是错误的 港股就随便报一下了 反正港股就跟着中国之后就也是全球最差了 今天港股的1.2% 1.2% 是1万5马上就守不住了 1万5是守不住的 爆收是1万52007 明天就破1万5 成交量现在就655亿港元 这不行 中国肯定要玩 这港股1万点 我们会看到 很可能今年就会看到 恒生指数1万点 因为很多很多的股票还有巨大的跌下跌空间 比如比亚迪 比如比亚迪 比亚迪有巨大90%的下跌空间 告诉大家 然后什么阿里巴巴 京东 腾讯 仍然在暴跌 比亚迪还有很多的伯克西亚哈萨维尔 那个股票 他们都是要卖光 告诉大家 所以这个深不见底 这是资本市场 说了这么多 我们在在说宏都拉斯这个事情 那那知道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 跟台湾断交十个月之后 宏都拉斯全面崩溃 你看桌啊桌啊 宏都拉斯也一样啊 台湾也一样要是没有站稳这个立场 我敢保证台湾就会布宏都拉斯的后臣 当年要是跟韩国与台湾 跟大陆啊 什么赚大钱 你看就跟宏都拉斯是一个一样 但是台湾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啊 受中国共产党蛊惑啊 宏都拉斯去年啊 三月份跟台湾断交啊 改跟中国共产党建交 但我们主要在看中国共产党这个这个里面 他的问题啊 啊 宏都拉斯的虾啊 养虾的一面临全面崩溃 养殖场倒闭是成千上万人事业 损失4000万美元 啊 所以你看亏亏的他不要不要的啊 做出了错误的捡测 难怪他也是这么穷啊 宏都拉斯水产养殖协会负责人阿玛多尔 告诉媒体 以前跟台湾关系好的时候 是去台湾买全部买宏都拉斯的虾吃 宏都拉斯大白虾到现在为止没有打开中国市场 原来中国开的是个空头支票 啊 现在很多就关门 宏都拉斯披露 一原本是跟台跟台湾 在中国大陆当初答应的买买大量这个 宏都拉斯的虾 给宏都拉斯支援 结果中国共产党 你看宏都拉斯一件叫做翻脸不认的 一个是翻脸不认一个是拖着 拖着宏都拉斯 搞得这么难看 现在宏都拉斯把这个事情捅出来 其实是有点讨心的味道 但是我们要看了 中国共产党就这几千万的虾都搞不定 你想就几千万虾你都啃不下来 你好歹把虾买回来 是不是在中国开出了一个啥条件 竟然是跟宏都拉斯开出了 百分之五十就砍一半半价才买 其实宏都拉斯的虾的质量是不错的 但价格稍高 在中国为什么砍一半 中国根本自己内部消化不了这个虾 当时中国市场很大 你看这就中国的一个点线骗局 就中国市场很大 结果中国的市场都没台湾大 台湾还能吃点宏都拉斯的大虾 结果中国移几乎为零 这个水产养殖协会的 中国零 零进口 中国人吃不起这个 很好的宏都拉斯大虾 进口为零 所以当时我说日本水产品 不用不用说中国 中国买中国搞不了多少 以后只会越来越少 中国想干嘛 为什么压红都拉斯一半 中国想转口 中国自己是消化不了 但是就搞半价 半价红都拉斯就不用卖给你中国了 卖给谁都行 在中国 你看他多鬼 他砍一半 他希望买回来再转手 也就证明什么 中国其实是个大忽悠 其实是个大老赖 一个欠的钱不给 答应了 宏都拉斯 你看中国就这么老赖 然后其实中国是没有东西的 里面 他装出一副很有钱的样子来忽悠大家 谁上吊 谁就亏给他 所以不要说这什么跟跟中国经济好 对世界做出贡献 中国没有 中国都是都是让别人亏钱 他赚钱 因为中国共产党内耗非常严重 明白吧 不要相信中国 中国没钱了 中国没钱了 宏都拉斯 连个宏都拉斯都养不起 我们就看出来了 那个什么老鲁也是也是要倒霉的 我告诉大家 中国共产党当时答应的这些钱 根本就不给 根本都不给啊 拖的拖欠公司 这就是在国际上拖欠公司 成为一个国际级的老赖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但也看出来中国共产党以前的 那不是这么这么穷的 但肯定是中国共产党的财政 出了巨大的问题 我是不是说说那个公务员 就从他的行为模式上面 我们看出来 中国共产党 没钱了 你看是不是怎么在国际上 拖着宏都拉斯这几千万 而且瞎满回来大不了 你再转手出去 你就亏就亏一点 你就亏个几百万 不能丧失这个信任 你看中国共产党肯定是出了大问题 实质上中国的市场还没台湾大 我们就看出来了 那为什么网上一大堆舔台湾的 因为这个台湾有市场 有钱 说就不法听的 那为什么 以前有人舔中国 为什么现在没人舔中国了 除了那个穷的响叮当的俄罗斯 还在那里舔中国以外 那个这个弗拉夫还在舔中国以外 你看没人舔中国了 以前美国人都舔中国 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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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美国 那个什么 哈哈 这郭什么 郭杰瑞是吧 哎呀 不大 那证明中国这个市场在末路 很简单 是不是 这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就中国不行了 这实话实说 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敢得罪台湾 哎呀 去到台湾 你以为台湾没缺点吗 那为什么这么多主播去到台湾 台湾这个好 那个好 但想想呗 我就没看出来 我就看出来了 台湾有没有缺点 有的 肯定有 你看他个个都在舔 为什么 哎呀 台湾人都懂啊 是不是 哎呀 这 就就 就是有事 哎呀 大家都 大家都这样的 哎呦 那个 是不是 啊 这个很明显 但 但我们 我们不猜 不猜这个台啊 反正 实话实说 台湾有点非常多 啊 但 但 但是 就 就我们从这个 我们主要说中国共产党 我们不要说台湾啊 就就这个情况 是不是 啊 啊 那那我们可以预见 什么老鲁不会有好结果 他最主要我们今天还是分析中国这个国力出的问题 很多东西以前给他点面子以后都不给了啊 以后都不给了啊 包括台湾的说打打打你看啊 又说很危险啊 你们敢敢选民进党 我你看就选择战争了 你看 哪里有战争 他就是这么 他的导弹都是做水的 还打台湾 他有那本事吗 他没那本事 导弹都都里面都是水都没有燃料 然后就这玩意就这玩意还敢打台湾 是啊 我们台湾都高估他了啊 那个包啊 然后再再再说美国啊 就没 美国国会啊 这个事情出来了 调查科研人员2019年12月给新冠病毒困制图谱 比重啊 就就说啊 美国国会已经有定案了 就华尔街聚报报道 国际大媒体 科研人员2019年12月已经是掌握这个病毒了 都已经上传到国际 就就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就没没告诉全世界 所以就12月他就知道了 所以后来就搞了个什么数据安全吗 现在回头看 当然就说你们不要随便上传东西 但现在估计上传这个东西就被美国抓住小鞭子了 你早都知道了 你看人家有记录有什么 当然19年12月其实油管上面早都一大堆在讨论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就证明了中国政府在隐瞒疫情 这个是他无论这个病毒是不是他造的 但他隐瞒的疫情造成病毒的扩散 这个是没跑了 这个是百分百 百分百啊对不对 所以 而且中国这个这个德性我建议 现在又说在研究新的病毒了 就以中国这个德性 我建议全世界尽快就是把中国全面制裁全部全面脱钩 跟中国没什么好说 你看中国现在网上 凡是恐怖分子都是他的朋友 哎呀 胡赛武庄也是他的朋友 塔利班也是他的朋友 伊朗也是他的朋友 我奶奶奶的真 什么玩意儿 中国人现在都怎么了 在傻炮料对不对 什么一大堆恐 什么这些斯坦 什么恐怖分子 全是你们的朋友 全是你们的朋友 是不是有病 中国人是不是有病 所以网上这 我不说全部中国人的大部分我 我还拿中国护照 但是网上这些人是不是有病 什么像胡赛武庄致敬 胡赛武庄给中国船过 俄罗斯船能过 好朋友 哈马斯是他的朋友 什么玩意儿 难怪中国这么差 你看人家台湾的朋友是谁 台湾的朋友是日本 韩国 美国 新加坡 50多个国家给台湾庆祝 难怪人家的朋友圈 全是有钱人 中国的朋友圈 全是这一大堆人 人类文明的 这个破烂玩意儿 就这样 是不是 玩独着了 我看中国 2024年是露线的一年的 必然会发生 巨大的崩溃 我们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的打开小铃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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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